你 你说 他们会不会对行仲用刑啊 会不会一言不回就把行仲给杀了 娘子就没有一丝担忧吗 柳娘子 这 我 小泉泉 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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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跟你自己人 你从他人之气 不能连累无辜啊 是吗 别 棉棠 我去外面给你守着 尽快先啊 好 多谢 难道不是你帮着崔行舟诓骗我 我醒来听到的第一声崔九 不是出自你口 误会 天大的误会啊 我当时 只想着救你 都是崔行舟那次逼着我说了谎 但即便如此 我也难辞其咎 因此专程来到北州 来向娘子道歉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一直担心你的手伤 便寻了一个古方 我的手早就好了 侯爷若是看不出来 我们再比划比划 那就不麻烦了 我知你如今行动自如 可毕竟是断金重序 即便出狱了 阴雨寒天也还是会疼 是不是 这个药每日涂在伤处一次 三个月内即可痊愈 再无疑症之扰 这个房子里有一位鹦鹉花 可遇不可求 我也是费尽了周折才寻得 调配出来的 这 这天下可就一份 娘子可千万不要抱舔天物 多少银钱 我付给你 咱们这交情 谈银钱伤和气 我也的确伤了这和气 但这个又价值千金 就算我的赔礼 娘子 不要再怪我了 好不好 鹦鹉花 我找了这么多诗没找到 你怎么找到了 你就按照你的方子 把他给做出来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帮我 什么事 帮我把他 送过去 你不是要去北周吗 你怎么不自己去送 我送 他能用啊 我不去 求你了 我不可能去 侯爷若是不收 就把药拿回去吧 行 那我收了 柳娘子可知 行舟她如今深陷北周王府 我 他在哪里 与我何干 那就是许久未见 我也一样 本想着去王府套套交情 为他说两句好话 可谁承想 北周王却以各种理由 搪塞于我 你说 他们会不会对行舟用刑啊 会不会一言不回 就把行舟给杀了 你也知道 我比较愚钝 所以此次前来 特地与娘子商量对策 娘子就没有一丝担忧吗 我只知道 再跟侯爷这么待下去 舅舅该担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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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舅 舅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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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